在上赛季季后赛首轮次轮中,火箭中锋克林特卡佩拉,表现出了全明星级别中锋的水准。 他在与唐斯和戈贝尔两位明星级中锋队阵时,丝毫不落下风,不仅是数据上打出场均两双的成绩,更是在球队胜利方面以两个4比1分别淘汰了森林兰和全市队,成功与勇士队会实习不决赛,而塔佩拉本人也成为了NBA上三季剑部最快球员提名人选。 虽然最后这个奖项被步行者队的奥拉迪波拿走,但是谁也不能否认,现在的卡佩拉已经是NBA最好的中锋之一了,现在卡佩拉并没有确定下家,虽然火箭队想要留下这位超级中锋,但是卡佩拉还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合同考虑,纵冠军固然重要,但是大合同看起来更加吸引人,就如马罗那样。 4年1.6亿美元的合同到手,现在已经稳了,总管目前的NBA各队,也只有国王队还有2000万现金空间,其他球队都已经没有这么多钱了,那国王队有一卡佩拉吗? 我们并不知道,不过萨克拉曼托国王队最近两天用自己的行动更出了卡佩拉,我们不需要你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先让我们来看看国王队做了什么吧。 一年前的这时候,国王队将老飞人文斯卡特、扎克兰多夫以及乔治希尔签下,美其名誉想要带动年轻球员。 不过,现在国王队又放弃了这一老代心的计划,现在的国王队已经成为了年轻球员的天下,进,换成绩并不怎么样,也已经多年没进去过季后赛了。 但是国王队还是执着于他们的年轻球员培养计划,国王队最近又牵了两人,分别是年轻的小前锋别利查三年两千零五十万美元,和独行侠队让撒基后类贝雷尔两年六百二十万美元。 这也说明了他们对于火箭中锋卡特拉没有什么兴趣,而这两个合同一千,也预示着国王队现在的薪金空间,已经只有一千万左右了。 如果卡特拉愿意接受每年一千万左右的年薪,那好说,但是卡特拉连火箭队五年八千五百万都不想要,怎么会去国王队拿着每年一千万呢? 火箭队两大核心保罗已经33岁了,哈登也已经快要30岁了,两人不知道还能再打几年,而未来的核心肯定是卡特拉,至少那些核心是卡特拉证明只有24岁的年轻中锋,那么这位火箭队未来核心只剩下了一个选择,那就是继续留在火箭队打球。 毕竟29支球队,不管是从行进空间上来说,还是从中锋位置来说,都已经没有卡特拉的容身之处了。 那么火箭队已经是卡特拉仅剩的唯一选择了,对于火箭队来说,这是安东尼克能加盲之外的另一个好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